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主要要向大家表達誠摯的感性 因為台灣這60年來 能夠在先天並不夠好的基礎上 創造很多在經濟成長 社會進步 人民能夠安和樂利 而政治也能夠不斷地朝向民族法治的目標去前進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除了有很好的人才 就是對於土地的規劃跟利用 我們從事避震工作的同仁 不論是在學術機關或者在政府部門 乃至於在民間的當中 都充分地發揮了最大的努力 使這塊土地能夠開創出百花其方的燦爛的年輕 當然我們未來還有很多工作 要努力去做 就如同剛才總統在賀電當中提到的 不論是國土的規劃 保育 乃至於有系統 兼顧人民的權利 環境的維護 以及經濟跟科技事業的好征戰 只有堅守併固的社會才能達到平衡和諧的目標 所以地震同仁在過去60年 在台灣已經創造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 但是今後面對還有更多的課題 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來貢獻 所以在這裡特別再一次 謝謝各位的辛勞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一切愉快 謝謝 謝謝